大家好,欢迎订阅以及收听富贵说历史,如果要选一个最不远让人提起的朝代,恐怕就清朝了,这个朝代带给我们那不仅是发展的落后,还是一个最令人耻辱的朝代,两次工业革命都和中国没有啥关系,最被外国欺辱,一些老照片更体验清朝的腐朽,特别是一些女子的图,看得很不舒服,所以就给不少人一个错觉, 晚清的女子真的很丑,但是实是这样吗?其实不然,今天这几张图就在,你去看清朝美女,最后一张令人惊艳,照片上的女子一看就贵族家的美女,拍摄背景,穿着服饰都显示住她的地位,并且也看出非常大气,和旁边的女子产生了鲜明的对比,而这个女子衣服上虽然不华丽,但不正是现在所推崇的小家碧玉吗? 容貌新秀,带着一丝高冷,但穿着尚有点像是女,这一位应该是清末民族的女子,穿着旗袍,长相富白貌美,以那时候的拍摄技术,能拍成这样,恐怕能秒杀见再不少网红明星,最后一张大家一定很惊艳了吧,真的可以用经验来形容了,不过这张图是一个复原图片,右边的彩色就复原了, 小巧又不是可爱,如果说上一张比网红强,这一张就比现在的明星还看,时那时的美女还是很好看的,只不过爱于摄影技术,拍摄技巧的问题,往往没那么漂亮,显得不那么上镜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